27号 印度尼西亚宪法法院驳回了2019年印尼总统选举败选人普拉伯沃·苏比安托的所有诉求 确认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赢得选举 印尼宪法法院9名法官当天一致认为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 因此驳回其有关裁定总统选举结果无效的诉求 根据印尼的法律 宪法法院的判决为终审结果不得上诉 普拉伯沃的竞选团队当晚对判决结果表示失望 但是表示尊重和服从这一判决 佐科在宪法法院宣布判决结果之后发表演讲 呼吁全体印尼人民团结起来 共同推动国家向前发展